美军海军中段反导利器 RIM-161标准新型导弹 也就是SM-3 主要的作用就是反弹道导弹 但其也可以当作反卫星导弹来使用 打击位于近地轨道近端的卫星 众所周知 弹道导弹的打击路线为抛物线 抛物线顶端的高度决定了弹道导弹的射程 在提前看到弹道导弹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甚至可以预测弹道导弹的位置 于是就有了拦截导弹 反弹道导弹的拦截方式分为高空拦截和低空拦截 一般先由弹道导弹预警发现目标 再由目标识别系统 比如雷达或光学系统 从一群目标中分出真假目标 导引系统由地面发射装置 目标跟踪雷达和引导雷达组成 根据预警系统提供的目标信息 目标跟踪雷达不间断地测出目标的精确位置 速度等弹道参数 并传输给指挥控制系统和引导雷达 指挥控制系统迅速做出决策 指挥发射反弹道导弹 并由引导雷达引导导弹准确地拦截目标 目前最有名的反弹道导弹 或许就要属SM3了 美国雷声公司还声称只要SM3就可以防御整个美国本土 SM3导弹除了采用SM2 Block 4导弹的助推器 火箭发动机和舵控制系统外 还采用了第三级火箭发动机 改进的制导舱动能战斗部 SM3导弹的最大作战高度为500公里 最小作战高度为70公里 最大速度3马赫 弹长为6.58米 弹径为348米 翼展为1.57米 发射质量大约为1500公斤 采用垂直发射方式 SM3使用了运载火箭上的三级发动机设计 第一级是助推段 MK72固体火箭发动机 负责将导弹从垂发中推出并加速 一旦助推器中的燃料耗尽 助推器就会被抛离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接手 SM3导弹第二级的发动机为MK104 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设计 双脉冲发动机也只是可以点火两次 提高导弹的机动性 等到第二级发动机燃烧完之后 也会被抛弃 并由第三级MK136火箭发动机负责接手 其依旧是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 第一次点火高度为60公里 第二次点火高度就达到了90公里 在燃烧结束后就释放出动能战斗部 其末端飞行则是由固体软控和滋控系统 SDACS完成 它可以控制动能战斗部的飞行 并对动能战斗部的寻得器进行修正 SM3的战斗部MK142可以说是最特殊的 其高度模块化可以自动调节飞行方向和高度 进行大机动飞行 长560毫米直径254毫米 质量约为23公斤 拦截方式则采用了波音公司研制的动能拦截弹头 直接撞击目标 动能拦截弹头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火力军就先科普一下 现代反导系统对弹道导弹的拦截 大多使用动能拦截器进行主动碰撞杀伤 拦截导弹的弹头面积越大 自然碰撞目标子弹的概率就越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动能杆战斗部就被设计了出来 其弹头也就是动能拦截弹头 动能杆战斗部就是在动能拦截弹 遭遇弹道导弹弹头的瞬间 释放出多根动能杆 且在一定散飞角内散开 提高杀伤概率的装置 如果在直接撞击式导弹上加装动能杆战斗部 当导弹系统确定进攻导弹 已经在直接撞击的致命毁伤区域时 迅速起爆动能杆战斗部 释放多根动能杆 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杀伤概率 同时将其与破片式战斗部联合 对于导弹和飞机的目标 也有更好的杀伤效果 SM3的部分弹头就选择了 动能杆和破片式相结合的战斗部 目前防空和反导系统使用的 都是动能战斗部 或者是进炸战斗部 像我们熟知的碰炸基本上不会使用 碰炸摧毁所需要的炸药质量较大 会对反导系统的射程和射高产生影响 而动能战斗部则不会 其质量不大 但速度可以达到3000米每秒以上 巨大的动能可以确保撞击即摧毁 动能杆战斗部可选的材料 无非就是高强度合金钢 比如乌合金和油合金 动能杆选用的材料不同 其对目标的清澈过程中的破碎方式也不同 动能战斗部的打击方式和穿甲弹类似 我们就以感噬穿甲弹的穿甲过程为例 当合金钢感噬穿甲弹击中钢靶时 弹丸可以以高达1000米每秒到2000米每秒的速度 冲击钢靶板 弹靶一接触 立即在靶板前产生明亮的火焰反喷出来 这是由温度很高的金属形成的 随着弹丸的不断侵蚀 会不断把弹把材料碎片抛出之后 靶板背后出现火花 就说明靶板已经被穿透 动能杆是战斗部的工作原理与此大致相似 言归正传 虽然动能战斗部的性能优越 但其对制导精度的要求极高 只有反导系统雷达预警提供参数精度 动能战斗部上的红外引导头和姿态控制系统 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才能使用动能战斗部 也正是这个原因 俄罗斯的反导导弹大多是进炸 因为其反导系统的红外引导头一直处于弱势 所以大部分都是使用上百公斤重的进炸隐性战斗部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导弹 相对于美国来讲体积偏大的原因之一 了解完战斗部 我们再来看一看SM3的打击流程 第一级火箭MK72建立通讯数据连接 在燃烧9秒后关闭抛离 导弹主体则是由二级MK104固体火箭提供推力 依据发射件指定信号和GPS数据调整轨迹 在工作40秒后分离 第三级MK136固体燃料火箭点火 将导弹送出大气层 在此前进让弹体对准目标弹道导弹方位加速 同时对动能弹头上导引系统较准 进入大气层外后 MK136就以脉冲模式工作 继续提供推力 在距离目标约30秒时 MK136就停机脱离 剩下动能战斗部依据发射件提供的指向数据 以高0米长波红外成像传感器搜索目标 锁定目标之后 战斗部上安装的固体燃料姿势控制系统 对战斗部飞行轨迹进行精确修正 通过分析目标红外图像 确定其有效载荷区 并相应计算出最佳撞击点 随后通过高速动能摧毁目标 所以SM3只能用于拦截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或者卫星 就算是DF-41亚尔斯这样的洲际导弹 虽然拦截效果不好 但可以尝试 只是MK136脉冲模式无法在大气层内运行 战斗部也无法执行打击 所以在大气层内上升段的导弹其实是无法拦截的 但是SM3导弹打击卫星确实没啥问题 08年的时候 美国就发射该型号导弹摧毁了高度为247公里的 USA193号失控卫星 只是性能好 价钱也棒 SM3基础性的单价为950万美元 打这一发SM3成本就来到了1124万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 SM3单色的红外导引头目标识别能力有限 需要研制双色红外导引头来实现有效的末端识别 固体滋轨系统可以利用变轨速率不足 同样难于适应末端性能需求 所以美国就对此进行了改进 其改进型SM3 Block-1B导弹采用双色红外导引头 替代了原有的单色红外导引头 并且增加了一个新的先进信号处理器 提高对弹头碎片和诱饵的识别能力 同时将基本型号的固体滋轨控制系统 改为推力可调的滋轨控制系统 采用10个相同的TDAZS输轴小推力发动机 其中4个用于动能战斗部的横向运动 6个用于保持导引头对目标的角度和视角调整 这些小推力发动机可动态改变推力和燃烧时间 并增大推力便于应对各种目标 不过其改进型的SM3 Block 2A型导弹才是最主要的 其主要改善侦测器 以及加大了第二节和第三节推进器 至助推器的同等宽度 以增加燃料装载和燃进速度 SM3 Block 2A导弹采用的大型加速巡航发动机 将确保导弹末速度增加45%到60% 同时导弹尺寸的增加 使其发射重量增加了超过50% 最高速度每秒4.5公里 最大拦截高度500公里 拦截半径为2500公里 导弹本身不携带炸药 主要依靠可转向的动能弹头 以碰撞冲击来摧毁目标 弹头的时速超过9656公里 碰撞产生冲击力相当于一架10吨重的货车 以时速960公里行驶 主要拦截射程为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 以及远程弹道导弹 其对于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洲际导弹 也有一定的拦截能力 与其基础性一样 SM3 Block 2A的价格也极为昂贵 其全部研制成本可能为31亿美元 首批导弹价格达3700万美元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SM3再怎么改进 也达不到专业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弹BGI的水平 SM3的改进型对于ICBM的拦截能力非常有限 对于上升段非常短的固体双燃料 还会多次变轨的ICBM 其拦截效率非常低 SM3拦截洲际导弹 非常依赖前端传感器提供数据 如果只用舰载平台的传感器 探测范围有限 导弹的拦截面积有限 而且洲际导弹飞行速度极快 容易错失拦截窗口 SM3 Block 2A是美国与日本共同研发 所以目前也只有这两国使用 而且SM3与宙斯盾的ANSPY-13D匹配 安装在MK41发射装置里 主要装配在宙斯盾的舰艇平台上 像美国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日本的驱逐舰上也装备了少量SM3 不过日本只有海上宙斯盾舰平台 也就意味着SM3在日本只能用于舰艇上 波兰与日本正好相反 其只有陆基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也曾提起过要购买SM3导弹 只是美国只卖给台湾SM2 Block 3A SM3导弹却一直没有消息 对于台湾而言 虽然有天空3和雄风3型导弹 但从导弹的防御层面来看 二者都是属于末端拦截的方式 所以台湾对反弹道导弹SM3 还是有一定需求的 如果有了SM3导弹的加入 完全可以填补台湾防御网的缺口 达到全程拦截的目标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好的 谢谢大家